西班牙近日发生近代最惨重的洪灾 救援人员一日将死亡人数上修至205人 由于还有数十人下落不明 找到幸存者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罹难人数可能会再增加 五角大厦周五表示 在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准备离开中东之际 将派遣更多战机和军舰前往该地区 美国也在一个月内第二次增派B-52轰炸机 飞往中东 外界认为这是美国向伊朗及其代理人的严正警告 黎巴嫩一日指出 以色列在未发布撤离警告下 对黎巴嫩东部地区发动空袭 造成52人丧生和72人受伤 日本11日将举行特别国会选出下任首相 面对执政联盟在这次众议院大选 未能取得过半席次 现任首相石破茂 由于在当天上午分别与在野党主席会谈寻求支持 新长亚台电视整理报道